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曾经有极其神神圣的地位 关于这个人出场 著名的诗人故宫 故宫老师 用编辑老师的说法 说他是革命起家的 革命起家的权力内部的诗人 他的回忆 回忆说八十年代初 中国作家协会 然后来了一个电话 说瑞典的著名的汉学家 要见见故城 故城儿子 故城然后呢就去了 去了之后呢就见了这个老头 这从波罗的海来的 西海岸来的这个老人 气势非凡啊 气宇宣昂啊 头上头上那个雪山 没有融化的雪式的那种白发 你瞧瞧 哈哈哈哈 这崇拜到什么程度了 把人描和成这样的 说他未来色的眼睛 仿佛能够穿透人的灵魂 而且还是皇家院士 把故城啊 本来是坎坎坎坎的 那青年作家 还得了啊 气场很强 一见老头啊 堆了啊 鼠咪了 哈哈 老头气场太大 就见到这老人 这老人话说的特别六走 而且年轻的时候研究 宋朝新气级的诗 有多少个版本 获了硕士学位 而后研究呢 四川方言的音律 死川话 死川 死川 姚门儿 研究这个东西 居然还获得个博士学位 你看看人家中国文化 研究多深 所以这个老头出现 以故宫为代表 以故城为代表 中国文学界 体制内外 各色人等 哪还有一点这个 哪还有一点什么警惕性啊 臣服还来不及 走 过 啊 这样 这样 那这臣服都来不及 关于那个场面 啊 这个故宫 故城后来的回忆 说这么讲 说是 故城啊 就讲了自己 童年 讲了自己的故事 那老人呢 就这样 就这样 听着 然后呢 故城呢 就开始讲 说我的童年呢 是在渤海湾 然后呢 在淮河 那荒村啊 荒野啊 当然还有小猪 有主卷 老人说 你能不能背诵一首 啊 你 哪个时候写的诗 故城年轻啊 编辑老师用的词 特别精彩 说他用他 刚刚从童年转化成的 南低音 背诵了那首 炙手可热的 河滩上 用手指 在沙朔中写下的诗 说那首诗 是在用 用手指啊 在沙子上写下来的 那是叫 生命幻想曲 结果呢 说老人听入了神 老人听入了谜 老人呢 听完了以后说 请你再背一首 请你再背一首 再背一首 故城又背了 昨天晚上刚写的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当他背到 我想 涂去一切不幸 我想在大地上 画满窗子 让所有的习惯黑暗的眼睛 都习惯光明 这些句子的说 后来 记书的文字说 老人 早已经 老泪纵横 老人 老泪纵横 情不自禁的 紧紧的拥抱着 小小的故城说 孩子 我一定要让你 再见到你 在瑞典 在我家海边的家里 这画面 这就是事后当事人的回忆 太温馨了 那哪是来了一个 瑞翼汉学家呀 这是来了一个 来了一个文曲星下凡 知道吧 这位瑞典老人 后来顾成才知道 他就是欧洲汉学家协会的主席 是诺贝尔奖金的文学会的评委 老头没誓言 回国之后呢 果然一次又一次 向顾成发来了邀请信 邀请他去北欧 去瑞典 他的海边的家里去访问 海边不见得什么都好 今天你看 我在海花岛上 这旁边就是海 海风吹过来 今天降温 知道吧 所以有点冷嗖嗖的 海边 真正人家会住的 人家不是直接住海边 要留一点距离 想去海就去海 然后回过来 海风吹过来 很潮啊 腐蚀性很强 所以那海花岛上住的老百姓 他们都知道 那东西跟在北京不一样 什么东西都能给您塑料袋扎紧 要不然的话 很快就没变 青菜你放一天 一天它就坏了 在外 外部不能放 知道吧 海边当然又美得浪漫一面 但是大海有的时候也会咆哮啊 嗯 大海当中说不定还有一些妖怪了 哈哈哈哈 但是那个时候 我们包括顾城啊 包括故宫啊 包括我们体制内的很多官员 没有这种警惕性 你从他们回忆这件事情 故宫的文字当中 你感觉到了吗 我们读到的不光是被人欣赏的兴奋和激动 还有一种 是不是有点不太符合常理啊 不太符合常理的 对欣赏着的反向崇拜 嗯 什么气宇相昂了 什么什么气概非凡了 什么头顶上对着啊 加连雪山 未融的 未融 未融雪式的白发了 蓝色的眼睛 像能穿透人的灵魂了 这种描写 你说第一次见面 就如此臣服 这是一种什么臣服 这是一种精神臣服 是不是 你究竟是毫不设防 先入为主 还是嗅到了新的全世的腥味 这个问题是编辑老师提出的 我觉得很尖锐 新的全世的一种腥味 反正 反正儿子是以黑色给的黑色的眼睛 以及习惯黑色的眼睛 变重的头彩 烧鲲若惊 知道吧 为什么人家西方的 国家集团 资本集团 能够呢 设计中国的文化 能够呢 给我们画一个框子 然后我们这些文学家 艺术家 雕塑家 画家 然后就一窝蜂一样 有人是 那些年 不排除 有的人在权力阶层内部受了一点苦 编辑老师说 要清算也得在内部清算呀 你别打了天下才三十年就往外贩卖呀 家仇还不合外扬呢 怎么就那么没有主任意识啊 一吃亏 叫分家 叫散伙 当年夺天下 当时可不是这么想的呀 对不对 再说 如果你写出让所有的习惯黑暗的眼睛都去习惯光明这样句子的人 然后呢 变横夺天才的封号 就是说写出这种要让习惯黑暗的眼睛都去习惯光明这句子 说拆不得了了啊 夺冠横夺归冠 这大文才呀 汉学家马月然说你让我感动了孩子 感动成这样 那编辑老师问 写出江山如此多交引无数英雄静折腰这种句子的诗人呢 还有国破山河在成春草木深这种句子的诗人 明何以堪 顾成是一个诗人 是个优秀的诗人 但是这个诗人对被马月然这么一策划 这么一追捧 给予特殊的来自于北欧的荣耀摘好了 一下就戴上闺关了 成了最伟大的事 你从这段话里面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西方人空降式的来到中国 直接就在中国上层建筑登堂入室了 而且一枪一个准 几乎不花什么成本 一下就夺得了一锅的审美权 后来就这些就深刻的不得了了 就我一双黑色的眼睛 我用它来寻找光明 我要让所有的习惯黑色的眼睛来习惯光明 这就成了最伟大了 审美权就拿到了 如果说顾成的诗还是个诗的话 后来有的那个诗 例如一个著名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女儿写的那个使尿诗 也被捧到一定的程度 我家伙 我实话说 像我们这种没有文化的 我们这种的对诗根本就不入流 也不懂的人 我们就觉得有点目瞪口呆 在任何上层建筑 有一点自我意识的国家里面 像这种情况能够发生吗 尤其是在西方 很多人不了解西方 但是根据编辑老师 在西方生活了那么多年的经历 他说像写这样的作品 像这样对于天上掉下来 一个另外一种文化的老头 然后就心悦成福 就顶礼明膜拜 这种事 改变了一个国家审美的这种事 你想都不要想 顾成大概不会想到吧 你其实是一个被挑中的棋子 西方上层建筑 让他接触的范围有限 而且边缘 甚至是专门为棋子 设立沙龙 这很多人不知道 我也是看了 编辑老师这篇东西 我才联想起自己的 直接间接的 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他说比方说 嘎那电影剑 嘎那电影剑 红台阶吧 放映听 约定俗成的雷鸣般的掌声 什么叫约定俗成的 就是说 他们推荐这个电影 准备发奖的 准备引领意识形态的 准备格式化中国的 这部拿的电影 你同意不同意 你什么反应 另外一回事 必须有雷鸣般的 约定俗成的掌声 卡尔顿酒店的宴会 这可不是真正的沙龙啊 这是人家做局 用我们胡同的话说 就做局 做个局给你看的 知道吗 做个局给你看的 就是要捧这个人 今天大家 心里都跟明镜出来 做这个人 这人呢 今天就是 今天就是爷 捧的这个角 这角 他再臭大份 你也必须捧他 所以约定俗成的掌声 所以就红台阶啊 所以就是卡尔顿酒店的宴会啊 这和真正的志同道合者 我们大家到一块 吹群 你玩聊聊天 所谓沙龙不是一回事 说白了 中国的某些作品 在西方受到特别的追捧 不是因为你的东西好 是因为你的东西 符合西方 解构中国 对中国实行格式化的 一种特殊的需要 因此 本质上 这是西方媒体串通 搭建的一个 一个另类沙龙 或者叫虚拟沙龙 边琴老师用虚拟沙龙 也可以叫另类沙龙 病态沙龙 这干嘛的 这沙龙干嘛的 沙龙不是沙龙 沙龙是打劫 被审 打劫各国的审美权的 打劫各国道义权的 就是拿这个东西 作为飞镖投射 来投射你中国的 就来策反你中国的 来解构你中国的 来对你实行的 文化殖民的 人家就是要干这个事的 但是我们自己 没有察觉啊 嘎那 老子去了一趟嘎那 牛得不得了 嘿嘿 你牛啥呀 你牛啊 你不过是个棋子 自己不察觉 边琴老师说 你反观性命 你就知道 凡不是集团暗中操控的 不是集团暗中操控的 这种电影节 或者文化节 甚至体育比赛 这个信息是封闭的 封闭 什么意思啊 就做给你看 我我想起了 袁克定 他单做了一张报纸 只有他爹能看着 谁啊 袁大总统啊 袁大总统 后来要当皇帝 红线皇帝 为了让他爹当皇帝 然后呢 袁克定 这小子就单印了一张报纸 这张报纸 都是说他爹好 都是说他 一定要 要五光万岁万万岁 用到他爹当皇上的 他爹就看了这份报纸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红线皇帝 也是被人家蒙在圈子里边 我们今天那道西方去拿奖 特别像嘎纳奖 类似这样一些西方的 有特定意识形态 审美标准的 结构 一个国家文化的 这样的一个小圈子 是把你相当于打你一门棍 一脚给你踹进去 信息被封闭了 因为他们深知话语的打劫作用 全靠虚拟沙龙提供的道德优越感 明白吗 真正的沙龙都知道 所谓棋子 就是从西方准备要征服 准备征服 从被征服的国家 挖到的隐形背叛者 这话厉害 隐形背叛者 是个棋子 但是呢 是个隐形背叛者 你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中国的政治制度 你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的话 对5000年从来就不发文化自信 但是呢 当帝国主义打进来 我们的国力日衰 生灵涂炭 一天不如一天的这个时候 革命的文化 革命的理论 革命的实践 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把这一切改变了 中华民族走出了不断下滑的 这样的谷底 然后呢 一路高歌 在这个时候 人家来干嘛 人家要急着给你打到谷底去 所以这个时候呢 人家所谓文化渗透 文化殖民 就是要挖掘隐形背叛者 给你容易 你不是喜欢吗 给你啊 从你们家找出 找出隐形背叛者 编辑老师说 与其说挑中的是其才艺 不如说 是这些人本人流露出来的政治倾向 让西方觉得这些人好用 我说到这儿啊 我想起一件事 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 上个世纪末 明号是亚洲周看 英文版 美国人 操刀 在中国评选 50位 新世纪 就21世纪 必须关注的50个中国人 还有一个版本 什么38个中国人 那里面都谁啊 都谁 我就不能说了 我说了是显得不合适 但是有一个叫司马南 知道吗 那个时候在江湖上 我揭穿了很多骗子 有一点 江湖略得薄名 美国人怎么就能把我呢 放到这儿来 说21世纪必须关注的几十个中国人 全都是大名鼎鼎啊 司马南何德何能啊 我那时候就算我年轻一点 头发还是黑的 那也是亲貌不扬啊 水平还是很低的呀 我只不过跟骗子较量 跟邪教较量 跟那种装神弄鬼的大师较量 可是你知道吗 那时候也有 也有一些人呢 对司马南所做的事情 有一种赞同感 毫不夸张的说 那个时候有人在给我下注 有人给你戴着个钢帽啊 有人希望你能够为他们所用啊 人家是不厌其烦的 人家是人家是直接上门来找你的 人家不断的发觉你 启发你的觉悟 启发你对普世价值的认同 启发你对中国文化的反感 启发你对中国社会当中边缘的落后的 丑陋的那些东西的一种纵物 我对这些人当然责物 但是我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的话 我对中国共产党 以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 为代表的这样一种革命的文艺 我倾心向往 你说给我戴高帽 很好呀 你说我是50个21世纪 必须关注的中国人 那好啊 我也觉得是一种荣耀 对不对 但是你说司马南要被您策判 要我做一个隐形背叛者 打死也不可能 没可能 那好了 那既然没可能 如果我还是顺着这个道走 是吧 我顺着这个道走 那我肯定获得更多的西方的荣誉 说不定我写的东西 也能英文 英文德文 法文秒速出版 光速出版 对不对 司马南也能弄上国外的这个奖 那个奖 但是因为你不上钩啊 因为你不肯做隐形背叛者呀 所以那好 就没你什么事了 相反 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打压你 给你一大堆的恶评 到现在 司马南脑门上顶着很多人给我的恶评 那又怎么样 私底下谈起这些在中国热捧的棋子 你知道吗 西方洋人圈里边 对那些给鼻子上脸毫无自我意识的人 西方的那些沙龙里边对这些人 也是掩饰不住的鄙视 那眼神和口吻 仿佛永远在教育我们 并令我遐想万千 这话谁说的 编辑老师说的 编辑老师说 他在法国那些沙龙里边看到那些人 对中国被选中了棋子的那些呢 潜在的背叛者 隐形背叛者 这根本就鄙视的 所以编辑老师因为他语言方面没有障碍 法语讲的好得不得了 郑若林老师他讲法语跟讲母语一样 好 所以他说 令我遐想万千的那种口吻 那种鼻的眼神 永远的教育我 有朝一日这片土地上的新征服者 编辑老师问 有朝一日这片土地上新征服者 会不会 也会像乾隆下令 编撰 二臣传那样 一路 把头怀送抱的棋子 露进新版的二臣传 什么意思 二臣传就是说 虽然你归顺了西方 但是西方依然认为你是二臣 非我族类齐心避意啊 你别看你孝充西方 然后给了你 给了你头衔 给了你光环 是吧 给了你很多荣誉 什么百大思想家 什么百大哲学家 什么著名哲学家 著名导演 著名这个 著名那个一样 人家未必真的就信你 这些人下场一定是 未必如他们自己所期望的那样 那既然说到西方的文化 对我们实行的文化殖民 西方的有利益集团 有资本集团 他们以国家 或者本来是后边有情报部门 然后有什么军情部门 然后他们通过非政府组织 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对中国事情文化渗透 格式化中国 意识形态战争 酝酿颜色革命 说白了就这些事 那他具体怎么做呢 具体做当然四步棋 四步棋 回头看四步棋 一环套一环 第一步 是一步权益之棋 这一般是他们开局的步骤 比方蜜月期啊 手势比较轻的 打一会精巧设计的擦边球 先不急着 暴露意图 注意啊 西方的资本集团 对中国社会的把脉 比我们对西方社会的了解更深 他们呢 解剖我们五脏六腹 就跟我们做CT做X光 做核词一样 插了一个遍 不但有全局观 而且有工作细致 做到每一个人头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您特别想知道 西方对我们实现文化之民 他们对我们有全局观 对我们实行扫描 并且工作做到人头 那是怎么做的呢 下期我再跟您讲 感谢收看 再见